那這個相信許多人都已經規劃好了 我這連假9天要去哪裡玩對不對 那如果想要避開這個出原門塞車 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好這邊的話我們也可以看到 桃園在地就有許多優質的出油選擇 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我避開一些人多的地方 那我現在的話就是要往一些 有不錯的點喔 其實桃園像是 2月3月期間的台七線櫻花祭 以及羅浮溫泉區 還有龜山豐樹坑 像是盧竹的大竹山 都是踏青賞景的好地方 那也非常的適合 搭配桃園在地的一些觀光工廠 那你也可以不妨就安排個一日遊 或是兩日遊 搭配現在我們的中央 有一些政策就是旅遊補助的政策 其實都還蠻划算的 我們剛剛來看一下這一則新聞報導 時劇進入春季 美麗櫻花也開始綻放 桃園最著名的櫻花袋 就飛從大溪龍潭延伸到 復興的台七線莫屬 多種不同品種的櫻花在沿線綻放 而隨著路線到達羅浮 還可以體驗一下羅浮溫泉 可說是春節出遊的一大享受 我們的復興區 這是一個最好 尤其在春季 最好賞花的季節 那梅花季剛過 大家可以來賞我們的櫻花 尤其櫻花整個台七線 它有各種不同的櫻花等著大家來欣賞 那當然中間類的 可以到我們的羅浮 坐下來泡泡我們的溫泉 這是非常舒服的一個遊城 除了復興區 桃園市各地都有很多適合踏青的景點 像是爐竹大谷山 遠眺沿海風光與飛機起降 或者到龜山風樹坑 龍潭山坑享受田園風光 再搭配不同風格的觀光工廠 相當適合來個一日遊或二日遊 龜山呢 大家可以先到我們的這個 壽山銀觀音寺先拜拜 然後再到我們的風樹坑 那經過整個虎頭山 繞下來之後呢 還可以再去觀光工廠 翔宜機器人夢工廠 再來去裡面遊逛 其實結合了踏青 結合了觀光工廠 結合我們的寺廟 都是春節非常適合旅遊的景點 另外觀光局也提醒民眾 出遊前可以下載桃園智慧遊APP 容易掌握景點的交通路線 與停車狀況 春節出遊更盡興 也可以更安心 桃園有線新聞 林德超市府採訪報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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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